大家好,这里是上周九美食日记 今天要做粉蒸排骨 需要的原料有排骨、米粉、土豆 土豆也可以换成红薯或者芋头 然后是豆瓣酱、香油、料酒、酱油、白胡椒粉、五香粉、鸡精、姜、葱、葱和一些清水 排骨需要提前清洗干净 然后放入除了米粉、葱花、清水之外的所有调料 鸡汤、葱花、清水之外 把排骨和调料分拌均匀 放到旁边腌制15分钟 排骨在腌制的时候把土豆削皮切厚片 切好的土豆片要记得放到清水里 避免氧化 排骨腌制好了以后就倒入米粉 米粉不要一下全倒进去了 要留大概一到两勺用来裹土豆 把米粉和排骨翻拌好以后 分次加入大概25毫升清水 再稍微翻拌一下 让米粉吸收水分 把土豆裹上顺余的米粉铺到碗底 然后把排骨均匀地铺到土豆上 就可以上砖楼了 蒸锅里面尽量多加水 要预计足够烧一个小时 掀开大火 水上汽以后转中火蒸一个小时 出锅以后撒上葱花 今天的粉蒸排骨就做好了 很简单的做法 还可以换成五花肉牛肉肥肠 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都可以试一下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多多关注或订阅我 感谢观看啦 下期见